平川安舒仁静天天聊摩说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FQQ的多人运动 我们看看他的2v2是怎么玩的 首先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 地图选择的是TM 出生在地图上半区 分别是蓝色的人族FQQ 以及他的队友一个亡灵 好我们看看他们的对手 刚好出生在地图的下方 红色的人族以及亡灵 嘿这一集的话人鬼 打人鬼 种族倒是蛮匹配的 好看看英雄选择FQQ 选择的优势血法师 双枪祭坛 看来打1v1和打V2 对于FQQ来说 这个区别不大 区别不大 但是这个难度可能会不一样 万一对手很弱 可能难度就会加大 他的队友选择哪个英雄 还不点吗 按道理 选择DK 英雄点的稍微的有点晚 可能手速有点跟不上 在操作其他的东西 看一下对手 人族大法师 亡灵 嘿这个亡灵 居然 居然是蜘蛛柳开 难得一见 蜘蛛柳 好 那基本上就是血法师加DK 打大法师加DK 人鬼 打人鬼 我们看看FQQ 接下来的一个选择 那前一阵子 FQQ打赢了死盖 他表示 之所以能赢盖格 是因为打2v2打的有点多 这样的话游戏难度有点高 因为有时候带的老板不是很给力 他要1v2 这样把难度训练上去了 自己的实力可能会有提升 大家也可以试一试 好 开局的话 FQQ上来 练一下底精实验室 这边的话 血法师火烧不了 这个刘洁石头人 赶紧靠民兵打输出吧 开局的话 双锹 然后上来就练 队友的话 英雄还没有出来 好 这边大法师已经出来了 对手这边 那果然还是DK 蜘蛛柳 好 我们看一下FQQ 血法师 这里能打一个什么好的道具 如果整个蓝牌出来 那就相当舒爽 这里练得相当极限啊 好 打了个力量加6 力量加6 哦 不是 应该是神秘腰带啊 抗魔 抗魔好啊 刚好打亡灵的话 可以减少对方的一个 魔法技能的输出啊 好 FQQ的话 开局 双锹吉他 英雄出来的比较早 接下来呢 临时造个商店 练的这个状态 稍微的有点残啊 队友的DK 现在的是陪对方 过来一看 嘿 亡灵最喜欢陪DK练击了 时不时甩个大便 随过去 哎 这里要小心 好 这边还造了个小房子 堵口 这个人组选择的是开矿啊 这个亡灵是蜘蛛流 那应该是选择练击 FQQ的话 双支链造好 卖了一天 继续敲名兵链 这一波是要练分矿吗 练个分矿 嗯 血法师差不多 就要到三级了啊 好 DK赶了过来 FQ的队友看见 呵 居然想开矿 这边招骷髅 DK时不时塞一发 人组练开矿的时候啊 遭亡灵 袭击很难受的 我们看一下 这边亡灵 骷髅侦察到 哎 原来你想开矿 那被侦察到了 这个矿呢 应该是开不出来了啊 亡灵大部队 马上即将到达 好 FQ看看这个五金蓝胖子 能掉一个什么好的道具 这一局 FQ的话 到三级之前啊 没有人骚扰 练的是相当的酥爽 这边还打了一个闪避护服 这个血法师 有点肉啊 三级之后 血法几乎是满状态啊 好 亡灵大军 鲁岳而至 那这一波的话 FQ还没有全体撤回 看看亡灵 能杀几个农民 哎 看见那么多农民 不过FQ提前吃了药膏 农民状态马上恢复好 DK的话 身上的蓝还是蛮多的啊 血法师赶紧抽 抽完之后放火一烧 被迫 让亡灵赶紧调整阵型 这个时候 小农民趁自己会 赶紧偷偷回家 血法师又抽了一波 这一波FQ的血法师 有点懵啊 DK的话 哎呀 已经是空蓝了 那这一波 亡灵没有杀到多少个农民 好 DK的话 还要去看一眼 看看对手 也没有造什么东西 过来一看 没有 没有的话 要专心对付这个血法师了 好 FQ的话 和DK斗智斗勇 另外一边 他的队友呢 也骚扰的差不多了啊 回家补一个状态 这里的话 嘿 队友的话 还来这个双线操作啊 分框骚扰 主框的话 拉了一波小狗啊 去偷袭 好 FQ五分钟 三级血法师 天黑两千套 安排一波 看看要不要抽空啊 去亡灵家里逛一逛 亡灵现在up 二本省了个三分之二 家里呢 诶 胆子有点大啊 居然去没有升兵塔 那亡灵 DK了 到了二级 接下来继续练 人足的话 想开矿 结果没有开成功 被骚扰的有点够呛 所以转二 升本升本了 而且这个科技还是蛮快的 我们看一下 FQ的队友 二本升好 已经升三本了 血法师 哇 继续敲民兵练节啊 练完这一波血法师 这 还掉了一本经验之术 1.27版本是真的好啊 这五分钟 四级 这个练击效率是真的快啊 五分钟 四级 这个血法师练击效率 贼猛贼猛 那我们看一下 王林 稍微的有点迷茫了啊 刚才抓了一波FQ 抓的不是特别成功 现在一方面呢 要做好侦查 另外一方面 自己也要练击 稍微的 说话 压力有点大 好 订完这个点的话 DK差不多也到三了啊 三级之后有二级的C FQ 我们看一下 刚才队友骚扰 发现人族想开矿 他这里过来看一下 有没有开 确认一下 哎 没有开 挺好的啊 没有开 那接下来估计要专心去搞王林了 他的队友的话 DK二级一半 家里三本呢 省好了一半 还是小狗 乌鸟 后面三本直接毁灭一波流 FQ 去抓一下王林 一看 不在这炼击 那不在这炼击 是吧 走到了和尚 走不了命啊 我就去你家搞一波 好 王林终于要升冰塔了 哎 这里造个屠宰场 这个建筑器还是有点讲究的啊 刚好造个屠宰场 卡住这个位置 谢法师 我们看一下 赶不赶进去 还是很谨慎啊 没有钻进去 就怕对方的冰塔突然造好 是吧 自己被减速 好 谢法师直接抽DK DK没有来了 王林这边的话 五个蜘蛛 两个英雄部队数量还是蛮多的 FQ 由于有抗模啊 所以说 对于NC的承受能力 稍微更强一点 另外一边 哎 FQ的队友差点被秒 幸好手速还是快的啊 交了一下TP 没有被秒掉 那这边 人鬼大战 这边也是人鬼大战啊 本场对抗 看起来是2v2 其实是两个Ev1 好 FQ 接下来的话 隐身来了啊 隐身 找机会搞偷袭了 这个王林 现在王林DK有三级 他呢 还是要去找机会拆FQ的分矿 FQ果然还是想开矿的啊 好 雪法师隐身来了 接下来看看烧什么 这口子没有堵住 哎 这个位置非常不错 放火一烧 王林能反应过来吗 五个农民也好 反应过来了 还是死掉两个 FQ这把火烧的舒服啊 烧完之后你跑了 我这边继续烧 小狗 哇 这个位置太吊装了啊 刚好 有个小口子 卡住一下 对方没有多少个人能打到他 放火一烧 小狗也好像处理不了 那这边王林 大卫估计要回来救 不回来的话 家要没了 这个雪法师这个位置太刁钻了啊 真的是量身定做 这个地图的制作者也是懂的啊 雪法师躲在这 放火放火 好 王林被火交TP 那你TP一交 FQ要不要走 TP来了 我继续放火一烧 哇 这矿盖子直接烧掉 烧掉之后 FQ还单纯 非常非常的 胆子大啊 完美撤退 没有消耗什么钱 那王林这一波是不是有点炸啊 这个经济 我们看一下 这个王林好像经济有点炸 这边 人族这边的话 和FQ的队友也是打的有来有回 FQ呢 也和这个王林打的有来有回啊 本场对抗 说啊 帽子看起来是一场二位啊 其实是两个一位一 而且两个都是人鬼大战 好 FQ的宪法师 现在不好状态 估计又要去走一趟了 那王林现在赶走吗 这个家搞得有点乱 科技的话是三本了 但是 钱好像有点缺啊 有钱吗 买个腹球 乌鸟现在 钱有点缺 赶紧先把这个矿盖子造好吧 这个时候 看看能不能跟队友问一问 是吧 兄弟 来点钱支援一下啊 三本之后 都没有钱买腹球 相当尴尬 好 FQ隐身血法 他又来了 这个王林 本来资源就不多啊 本来就还值21块钱了 这要再搞一波 他就没了啊 看看FQ好 又来了又来了 放火一烧 哇 这 本来就没钱 突然再一烧 估计又要没了 诶 起法师 起法师好 顶个无敌 我再抽DK 那王林这个矿盖子 再被烧掉 他是真没钱了 只能跟队友借 这队友不一定会借给他 好 起法师起法师 一丝血 叫TP 诶 这一波 没有拆掉 没有拆掉 好 哇 这个时候 王林已经开始卖建筑了 卖建筑了 你不卖建筑 都没有钱去修 只能卖完一个 这样修好这两个了 接下来 诶 我们看看 这个人子看不下去了 要找FQ拼命 心想你这么欺负我队友 行吗 诶 诶 回过现在怎么办 自己就一个起法师 没有造兵 上来 想找机会搞大好 对手一个锤 FQ有飞艇 上飞艇 走 这把火烧的不错 烧完 上飞艇 然后FQ的队友来了 队友来了啊 来来来 一来的话这么多狗 这一波人组应该打不过 只能撤了 有TP 可以及时撤 FQ呢 继续去骚扰啊 学法师找机会去搞一波 这一波人组撤 撤到王林家里去 但是王林家里现在搞的也是非常的乱 三级 二级 FQ终于和对手要相遇了 不过队友好像兵很多 FQ的话 这一个英雄啊 分框开了出来 FQ的钱都给队友了吗 怎么这么 怎么没出兵 钱还那么少 好 队友的巫妖 终于到三级了 放火一烧 哎 FQ的队友EV2 作为FQ的队友啊 一定要有这个自知之明 是吧 一定要知道啊 这个时候经常要EV2 现在趁队友EV2的时候 FQ 哦 自己背后偷家了 偷家了 偷家了啊 好 FQ我们看看 这个队友实力还可以啊 EV2 是吧 勉强能够打的 应该说 稍稍能拖点时间 打是打不赢了 好 FQ趁此机会 搞他一波 来了来了 你们好好跟我队友玩啊 然后放火一烧 那王林家里没钱了呀 烧完之后没钱了呀 好 正面交战的时候 FQ背后透加 这 队友的话 继续和对方号 王林的话 赶紧回防 赶紧回防 但回防的过程中 这个 人组好像又有点打不过了 怎么办 这个人组打不过了 好 大法师直接要秒掉啊 好 一丝血 王林 破防了破防了破防了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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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都和谐了啊 都和谐了 王林直接被FQ打得破大防了 我们 恭喜FQ 这 2月2晚的 跟1v1一样精彩啊 好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赞不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